我们上一次谈到这个螺线管 这样就它一个棒状的磁体 所以我们就要知道 它的大小跟方向 讲过了国中大小不是很重要 但是这里有重要的点 然后重要是方向 第一个 内部是大小相同的 磁力是一样的 我们给刚才我们给各位看过那个图 它内部的磁力线是均匀的 这表示内部的磁力代表是一样的 而外面是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一个棒状磁体 所以它的情况就跟棒状磁体也是一样的 叫做跟距离平方成反比 OK 另外一个就是考试重要的 这个螺线管磁场大小跟电流大小成正比 这个我们前面在讲那个长尺导 就已经提过了 电流越大磁场越大 所以这个没有问题 下一个叫做线圈密度 什么意思啊 我现在有5公分绕了10圈 跟5公分绕了20圈 绕20圈的线圈密度大 那么它的磁场就比较强 为什么 前面交过了 为什么 绕10圈比较弱 绕20圈比较强 前面讲过啊 没反应 我们前面讲过了 每一小段有定的地方都有磁场 对不对 所以你绕10圈就是10圈的磁场 你绕20圈就是20圈的磁场 所以线圈密度越大实力就会越强 然后会成正 这两个是重要的 这个大小是重要的 考试会问你 考试会问这件事情 OK 那讲过了 国中比较care的是方向 方向也是用安培右手 然后把它的管子握住 那么现在的电流是弯的 所以弯曲的式子是代表电流方向 那么大拇指就代表了就是磁场方向 磁场方向就是N级受力方向 就是N级指示的方向 所以大拇指这头就是N级 大拇指的这边就是N级 OK 然后呢 你要注意那螺线 反应道法 等一下会再讲一次 你看像这样子 换一个方法 答案是不太一样的 我你又随便你用什么方法看清楚 我个人是用面对我这边 电流是朝上还是朝下 现在这张图是面对我这边的电流是朝上 所以你的手伸出来 四头指都朝上握上去 然后呢就是这样大拇指朝左边 N级在左边 前面这张图面对我的电流是朝下 所以手就大 四头就弯下来 大拇指朝右边 所以N级在右边 你搞不太清楚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的笔拿出来 握着你的笔来看 那也会帮助你知道怎么一回事 OK 所以这就是方向 也是安排右手 弯曲的四指是电流方向 大拇指是磁场方向 就是N级的位置 这是我们的重点 那么这边就有个图 就长这样子 你看它的电流 这样子流 黄色箭头 这样子流 然后你就手一握 大拇指是朝 右边 所以N级就是在右边 放大来看是一样的意思 上方是电流流出 所以你的手指头上面要流出 要朝你 然后大拇指就朝右边 样子就知道了 OK 这就是我们的方向的问题 那么这边有一个 记忆的方式 这个在后面交电池感应的时候 还会继续出现 有人问你电流是适时钟 还是逆时钟 有人问你它是N级还是S级 基本上会写字就会了 你看到的是N级 它的电流方向是逆时钟方向的 就从写字就看出来了 N级 写个N 所以这就是逆时钟方向 逆时钟方向 逆时钟方向 那如果你看到的是S级 那么它就是顺时钟方向 S级 而且是顺时钟方向 这个在后面交电池感应的时候 它会继续出现 有人问顺时钟 逆时钟 有人问N级还是S级 你知道是N级 所以它是逆时钟 因为你看到它是顺时钟 所以你知道它是S级 这是我们后面会用到的东西 要了解知道一下 那我刚刚讲过了 请注意这个绕法 电流 以这个图来讲 可以左边是正 右边是负 也可以左边是负 右边是正 电流一个方向问题 那再来 绕法可以由后往前绕 也可以由前往后绕 当然 最后最终的结果只有两种 就左边是N 或左边是S 但是呢 出现的状况可以有四种 那你要看清楚 题目是怎么给的 怎么画的 然后去照它比 然后你答案就会出来了 这是要请你注意的事情 OK